根據復星醫藥提供的數據 完成了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對12至15歲的青少年有顯著的保護作用 所產生的抗體較成年人高 能夠有100%的預防發病 12至15歲的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苗後的副作用 與成年人相約 主要是一些輕微的針口痛、疲倦、頭痛等等 第五波的疫情其實都會隨時一觸即發 所以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 由去年爆發至今 青少年校園的生活一直斷斷續續地受到影響 為了製造安全的學習環境 和盡快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我在此向各位家長作出呼籲 希望你們可以盡早安排12至15歲的子女去接種疫苗 公開了到年長的經驗 教育長 終於成年